第三把衣食究竟 我问他饿不饿 外面还挂着半个袍子呢 给你吃 他摇摇头 我激动地问他能不能变成人情 他还是摇摇头 八九爷说我别激动 也别着急 现在能醒过来已经是好事了 接下来变换成人情 也是迟早的事 还是抓紧修炼吧 哦 对 你的脚 快 我给你瞧瞧 我亲了 白柔嘴一下 这是我第一次主动亲他 然后将他放在床上 让马九爷过来 坐在床边 将他的后靴子和后袜子取下 我就捏着他的脚踝 问他哪疼 同时也看见了他的小拇指的指甲盖上有个缺口 立马有点激动起来 因为祖先是大槐树的后人 脚上的小拇指指甲盖上才有缺口 这是由于当年从这搬肩出去的时候 官兵都会在老百姓的脚指甲上割个口留作记号 你是红冬人 我问 马九爷愣了一下 然后低着头看了看自己的脚 一下明白过来 笑着说 是啊 红冬人 从小在大槐树底下长大的 马九爷说完 让我对他更有了一种亲切感 对于他的身世 我知道的并不多 只知道他也是个同道中人 到底有多大本事 我就不清楚了 那这么说来 咱还是老乡呢 离这不远呢 你既然是红冬人 为啥现在生活在这东北的大山里啊 我继续问 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摇了摇头 说年轻的时候有点事 就离开了家乡 来到这儿生活了 至于是啥事 过去的年代久了 他也不想提了 所以不便多说 既然这样 意思也很明显 我没再继续问 帮他捏了捏脚之后 他就说好多了 然后他也说该走了 得去帮他朋友看闹鬼的事 既然白柔也已经醒了 我便决定 同他一起走 也好看看 我这半年来 所学的东西 到底有多少长进 收拾了东西 我们就踏着差不多 二十多厘米的积雪 从深山里 往山下走 这一带还算是比较安全的 很少会有凶猛的野兽出目 白柔很兴奋 雪山本身就是他的老家 再加上这半年来的昏迷 这一觉醒来就在雪地里跳来跳去 我扶着马九爷 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 我们要去的地方叫老爷岭 先是到了墨河县的松林乡 在那儿找了一辆马车 朝着老爷岭赶去 听马九爷说 在距离老爷岭三公里远的地方 有个三岔口 那路口上本是平成的柏油路 多年前那里马路中间 莫名其妙地长出一棵柳树出来 四季长青 而且一到秋季都会长出柳絮来 是红色的 大风一追 那一片漫天都是星星点点 有点渗人的味道 周边村民一直觉得 这是个不祥的州 也觉得柳树出来之后 可能这里经常会发生车祸 但是奇怪的是 多少年来 这里异常的安全 一次车祸都没有发生过 直到前一段 这棵柳树莫名其妙地没了 而且在柏油路上留下一个大坑 坑里都是清水 更怪的是 这么冷的天 那坑里的水居然没有结冰 而且只要半夜十二点后 路过这里的汽车 有一半的几率要出故障 不是熄火就是刹车吃铃 而马九爷家的一位张姓朋友 家里更是怪事连连 所以这才请他去看一趟 好 我来说 我来说 汽车